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美国专讯 自从2018年7月 中国对美国的货品征收关税 当中包括缅印州龙虾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 出口到中国的龙虾数量暴跌超过8成 龙虾商人亦因此改变销售策略 下面是记者塔布在缅印州的报导 康姆·马丁从事龙虾报导工作 已经超过35年 他说虽然辛苦 但很享受自己的工作 龙虾报导者将捕捉到的龙虾 卖给当地的批发商也是餐馆 比如波特兰港的鲁克龙虾餐馆 他们每天烹饰大约60只龙虾 但是缅印州沿岸向海外市场出口 生龙虾的批发商就没有那么行运 2018年7月 中国对包括生龙虾在内的美国出口食品 以及是农产品征收报复性惯罪 免印就海岸市场营销副总裁批发商阿当斯 眼看着营业额一夜之间下降了20% 这是因为25%的关税必须要由中国客户承担 于是加拿大成为了他们购买生龙虾的替代来源 为了弥补损失 阿当斯和他的团队不得不将目光投向了其他的国内或者海外选出 到今日新鲜的生龙虾被运到工厂 经过加工包装并且准备运往其他的29个国家 梅利特担任缅因州国际贸易中心的主席 亦是缅因州国际贸易主任 他说缅因州海岸是关税对该国行业影响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这个亦产生了严重的捐敌效应 他鼓励企业想继续保持现有营销关系的同事实现多元化的经营 阿当斯对这个的建议表示赞成 这个对所有以龙虾为日常生活重点的人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 记者 塔布 缅因州报道 在加州的一个实验室里面 工程师正在研究机械人模仿动物跳跃、飞行和爬行的方式 下面是记者 呼恩的报道 这个机器人没有工作也没有目的 他的名字叫做撒尔托 能够帮助研究人员研究未来机器人的移动方式 研究人员致力于了解动物如何以特定的方式移动 并制造出可以飞行、爬行、跳跃的机器人 为了制作撒尔托 研究人员研究了英猴跳跃时如何利用他的脚、肌肩和腿 撒尔托中有传感器和电脑并学会自我感知 感知自己的角度和腿的弯曲 撒尔托会在失去平衡时进行调整 假司丁炎用操纵杆和无线电控制器发出指示 剩下的由撒尔托尼组 费林说他现在正在研究虫树是如何在树和树之间移动 观看撒尔托很有趣 他可能是了解机器人未来的一线枪 记者米歇尔·弗欣 加利福尼亚州白克利报导 多谢沙体美国专信 可有不敬仰 下期节目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